木星代表好运于机遇 马上5月17日呢 他就要来到金牛座了 这是一个很利财的位置 所以整体的经济会有一个稳步的恢复 那普通人赚财的机会也即将到来 今天来讲讲 木星五月换座之后 会给白羊座未来一年带来哪些好的机会 这个系列的视频呢 以上人星座为主 太阳星座为父 木星呢今年5月17日到明年的5月20日 都会待在白羊座星盘的正财宫 土星和海王星都在十二宫 这个位置是非常利于不停的低头剪各种的小财 从熟悉的一些财路 从自己本身有的一些本领当中去赚财的一个位置 原本做的事情在这一年深化做得更好 衍生出更多丰富的一个财路 从而汇聚到白羊座的钱包当中 但是不能够嫌弃环境差 也不能够嫌弃周围人 也不能够嫌财小 财富和事业机会呢 隐藏在白羊座过去可能很看不上 有点嫌弃 但是客观来说 其实并不差的一些工作和项目 以及这种类型的人 如果想要开发新的项目 新的店铺 不建议选择一个新的领域 尽量还是把原本所做的事情 不断的复制粘贴 以此来扩大规模 量变引起裂变 就是说要现实一点 所以像这种比较耗费大量时间精力 短期之内也没有回报和结果的一些项目 或者说像脱产考研啊考工啊 去学一个新的技能啊 再去盈利啊 就不太适合未来一年的白羊座 以及一部分上升双宇座的人 自己此时此刻当下擅长什么 现在所有的项目里 哪一个可以给自己带来收入啊 就去做这个项目 新的项目呢明后年再想 先解决温饱 然后再解决梦想 当然新作不是新盘啊 不对应个人 具体的还是要看每个人新盘的情况 可是大方向的话 比如像考工考研呢 白羊座就适合边工作边考 不太适合以牺牲自己 或者他人的物质来为自己的梦想买单 木星从一工到二工 代表着白羊座应该从情怀迈向务实 而非执着于短期不太现实的一些梦想 那手边哪些材可以剪 哪些工作可以做 就立马去做 哪一些人可以用就立马用 白羊座这个时候呢 有机会同时获得好几份收入 真的是好几份 而且也不一定要全部自己干 会有其他人的一些陪伴 只是呢比较考验白羊座的管理能力和分派能力 同时也比较考验情商啊 白羊座这个时候要没有废话 不渲染情绪 不抱怨 不卖惨 看得起每一个能做的事情 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一个诚意 流血流汗不流泪 未来一年就可以向财看齐 非常有利于找到稳定收入的一个工作 成立个人工作室啊 创业做生意 换到一个新的地方 一个本身已经存在的项目 尤其是今年下半年7月13日 北交点进入到一宫以后 白羊座会在工作竞争和他人的比拼当中 有很多非常出众的一个表现 而且是在原本已经在做的一个领域当中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不要浪费时间跟小人争斗 在无意义的口舌伦理道德之争当中 去跟别人理论 未来一年呢 并不是求公允的时候 也不是适合执着的时候 而是求财的时候 用物质用更好的自己 或者是用给更多人带去就业和财富机会的方式 去平复掉很多的恩怨和遗憾 扭转众人对自己的判断 未来一年呢 财富和事业的核心是 摆烂不超过两周 断粮不超过两月 意思是要持续日复一日的工作 稳定的输出 会比某一天赚一大笔钱 加起来的财富金额会更多 那找工作做生意呢 突破事业瓶颈 纠结的时间不要太长 如果一两个月之内 看不到财进来 要么就要舍弃 要么就要调整一个方式 那如果调整的话 也不要先往外调整 先从自己身上调整 会更快的达到效果 再到方面呢 适合选择自己熟悉的 如果有团队的话 不太适合彻底去换一套 选人的标准 稳定会比优秀 在这个时候对白羊素更有用 比较利好的领域啊 是金融财快税务相关的 还有餐饮食品 小吃饮料酒水类相关的 还有管理类相关的 艺术啊 尤其跟音乐声音有关的艺术 这些方面也是很有机会的 那如果不在这些领域的白羊素呢 可以大力的结合这些方面 比如说做这些领域相关的副业 或者是利用这些领域的内容 比如说声音音色的一个特点 让自己在众人当中可以凸显出来 或者说自己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漏声音但不要漏脸啊 也可以让自己换一些乐器 都会给白羊素带来更多的财富机会 自己可以多做隐身 那管理呢 代表这个时候白羊素也很适合 学着管人管事管账 管理团队 可能会给白羊素带来更大的利益 那同理可推 人际管理如果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就会影响白羊素的财和事业 那之前出过三年运呢 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趋势 并非每日会发生的事情 而木星呢 是着重未来一年 通过木星这颗星 我们可以知道 白羊素要去在哪些方面 可以大力发展 以及要在哪些方面避坑 那白羊素想要财富账呢 在未来一年变多 事业顺利的话 就要避开三点 一是小人 但是不是要让白羊素躲着小人 而是要不受小人的干扰 躲是躲不掉的 土海在十二宫 这个小人没了还有下一个 所以如果盯着小人 就会大量消耗白羊素的精神和时间 喜不喜欢在这个时候不重要 关键是要避免 自己在人事工作方面挑剔 要投入过多的情绪 二呢 是花销用度 木星在二宫也是赚得多 花得多的位置 除了刚才说的白羊素 要学着管理财 管控开支以外 白羊素很需要学会 运用好法律和规定 知晓法律 以及所在单位 所在机构 所在平台的一些规章制度 今年7月下旬呢 开始到明年 白羊素会被更多的眼睛瞩目着 这是好的事情 但是也很需要白羊素学会 如何从规则的一个角度 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不去踩红线 也不让他人侵犯到自己的领域 不要去扯皮 而是要真的学会 用一些规则去保护好自己 运用好规则可以帮白羊素 躲避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这也包括在和人谈合作 找工作 签offer的时候 要把所有的条件先谈好 流程先走完再去做 先定下来 后干 不定不干 否则就比较容易有隐坏 三呢 是不要定长远的目标 赚财也好 工作也好 只定今年的目标 牢牢抓住当下的这一波 今年9月到12月 慕天与财富行星 金星是一个对分项 也很有机会 给白羊素带来 更大的一个财运 但是不是暴富王 土水的公位呢 代表一种缓慢的 稳定的增长 比如说升职了 然后加薪了 单月看的话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长期累加起来 这个量就是不容小觑的 或者白羊素这段时间的一个努力 会将自己带入一个更高的圈层 更有影响力的一个位置 所以所谓天下不换无财嘛 换无以人分 意思是说 不要担心过了这个村 没有这个店 担心天下没有财富了 财富天天有 年年有 关键是要担心 有没有人懂得运筹和管理 而不会使得自己财富 在无形当中流失 那要助所有的白羊素 未来一年呢 能够成为那个 去识别出财的人 能够认财不认人 提升自我的管理力 微查自己发现财富的来源 我是艾达凡老师 用星座和心理学 一起更好地把握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